出发来了 原复旦大学教授深圳吸烟被投诉 根据节目新闻的报道 近日有网友投诉称 原复旦大学哲学教授王某某在深圳开展讲座时 在台上公然违法吸烟 场所人员并未进行劝阻 主持人与其当面交流时还主动帮忙递言 据悉该教授是复旦退休教授 人称复旦哲学王子 他的课堂作物虚习 今年来更是以其脱口秀式的讲课风格 称为网红哲学大佬 可惜大佬的课讲的通透 他的课堂空气却很不通透 他有烟不离手的习惯 每逢开讲必抽 退休前他在课堂上抽 学生们在烟雾缭绕中遨游 退休后他在讲座上抽 在直播间抽并且提前预告 然而熟悉深圳的朋友都知道 深圳控烟内地最严 执法人员将对其调查处理 此事在网络上引发了关注 有网友认为这是小题大做 抽烟虽然不对 不至于闹这么大吧 还有网友说 只要能够听到他的课 有请一马归一马 王教授哲学讲的好是一回事 但是在公共场所违法吸烟 又是另外一回事 违法的事咱们不能忍 教授也没有例外的特权 大家认为呢